警方鎖定了一個潛在的暴力犯罪團夥 相信他們將槍械和武器儲存在倉庫內 而我們警方今次在拘捕行動中 更加檢獲了11支預壓式高壓器槍 這類型的槍械同樣可以對人體或財產造成嚴重甚至致命傷害 警方展開拘捕行動成功倒破一個潛在的暴力犯罪團夥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在行動中搜查11間住宅 兩個貨倉拘捕九男一女 更檢獲大批改裝槍械 包括11支預壓式高壓器槍 190支經改裝懷疑超過法定兩招二的器槍 一個由氣體推動的煙霧彈發射器 6700顆懸彈、吸退廣機 均用防毒面具、濾罐、防彈板、斧頭和刀等 部分改裝槍械威力甚至比真槍更大 而我們今次在行動中所檢獲的 預壓式高壓器槍當中部分的性能 更加是同一支真槍實彈的步槍不相百種 甚至更加高 根據這個生產商和售賣的公司官方資料顯示 這款型號的氣槍 當高壓器樽充滿時平均可以發射三至四發子彈 而每一發的槍口能量是可以高達兩千招二 借一枚子彈是可以輕易粉碎一塊建築使用的磚頭 更甚至亦有海外用家在外地打獵時 在一定的距離之下 以一發的子彈將一隻成年的鹿擊斃 據我們警方的調查顯示 曾經有暴力人士在過去兩年的暴力示威活動當中 曾經使用過一些火藥和其他化學物品 自製的煙霧彈 並使用剛剛上述所指的那支氣體推動煙霧彈發射器 加以壓縮的氣體 將自製的煙霧彈向人群和執法人員發射 持續地製造混亂 意圖破壞社會安力 雖然他們並非屬於已知的暴力組織 但在今次警方行動中檢獲到他們藏有這麼大量殺傷力的武器 我們不排除他們是潛藏在社會的暴力分子 會繼續追查他們會否是一些喜慶的日子 或者香港一些重要的日子進行破壞 包括未來19日星期日的立法會選舉 警方提醒 任何人若無牌管有或經營槍械或彈藥均是違法 一經定罪 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最高罰款可達10萬元及監禁14年 不過 港人港地記者仍然留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 仍然有群組煽動市民在選舉中投白票 甚至煽動市民到銅鑼灣、尤尖望等地 參加所謂平安夜革命 企圖發起暴力活動 又以暗語威脅警察安全 看來亂港分子仍然是死心不惜 市民必須支持警方驗證執法